記得把它做一個修改 讓它自動換列 在哪裡記得 滑鼠按右鍵出動格式裡面 找到對齊方式 對齊方式裡面應該就可以有答案了 對齊方式裡面 就會叫自動換列 它可以自動幫我折行 折到下一行 這個打勾就可以了 按確定 有沒有自動換列 那根據完成的那個畫面看起來 它有點像自中 這個看一下這邊 你把它捲過來 這邊它好像有自中 所以我們多做一個動作 把它自中 這邊把它自中一下 OK 所以欄寬15 然後記得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裡面 把它改成自動換列 並且把它自中一下 這樣的話這個欄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裡面要放什麼東西呢 裡面要放那個圖 這個圖長得像這樣子 彩色的那個走勢圖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的呢 特別注意啊 第一個我們就是 游標選取著收 把什麼呢 把那個數字變成圖了 實際上就是這三個 之間的比較的比較圖 那我要把它怎麼樣 用圖的方式呢 直接幫我把它在這個儲存格裡面顯示出來 那這個功能 是在Excel 2010以後才有的功能 在舊的版本沒有 OK 這邊注意好 那我把著收 開盤成交先選起來 再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 走勢圖 那個走勢圖在哪裡呢 還記得吧 然後前面有用過嗎 插入裡面有沒有 有一個叫做 走勢圖的一個面板 這個插入裡面有沒有 走勢圖 有沒有 那他要的是什麼呢 折線圖 OK 所以喔 你就找到插入 走勢圖這個面板的 折線圖按下去 這個時候呢 資料範圍 已經選好了 就這三個 那要放到哪裡 把圖放哪裡 這個格子控對不對 請你點一下這個格子 就是把 這三個數字 變成一個圖 放到這個格子裡面來 這個邏輯 就大概可以這樣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他會變成一個 折線圖出來 會 可是呢 他少了一些東西 第一個 他的標記 這個地方打勾 為什麼要打勾 因為如果沒有打勾的話 他的點不會出來 所以標記第一個打勾 我記得好像題目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這邊好像要把那個 標記 這邊有一個叫 標記 有沒有 顯示標記 再來的話呢 顏色要變彩色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現在是有點黑白的 那哪一個是彩色的 記得喔 上面這邊有一個樣式 展開來 找到那個最像彩色的那個就是了 好像每一個都是 底下 不過 如果你看不出來沒關係啦 表示你的色彩 可能細胞沒有很強 我發現這個比較像彩色 有沒有 有沒有 走勢圖樣式彩色 剛好題目要求就是這個 其實他是 這個是 這是輻射一 這個是 輻射一叫聲 所以這邊每一個都有一個名稱 最下面這個 就是彩色 緊一 其實題目裡面就要這個 所以點下去就可以了 OK 好 那就是我們要 最後把它向下填滿 好填滿到哪裡呢 過頭了 OK拉一下 好 那你會發現喔 以後呢 其實看數字呢 比較不容易顯示 你直接以後看圖就好了 所以以後 直接看圖就知道 這個收盤 最後收盤 最後是 往上的話 表示成交往上 往下的話呢 表示收盤的時候 掉下來了 所以好這個對於那個股票分析還蠻有幫助的 那以後如果說你要分析一個東西的話 其實可以用圖來 顯示 一定會比用 數字來得清楚 OK 所以第一個的話是 著收開盤 與 成交比較 那特別最後我剛剛 幾個動作 記得藍寬 選他按右鍵 藍寬 15 點一下L1 記得儲存格式裡面呢 自動換電 再來怎麼樣 游標放 選這三個 再 找什麼 插入走勢圖裡面的折線圖 把這個地方先做出來 OK 做完之後等一下再來看 他 右邊還有一個M欄 M欄裡面的話 還要做出一個什麼 成交 與最高最低比較 這一個什麼 也是走線 不過它是直條圖 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 表示那個高高低低的 成交最高 再來就成交最高最低 這三個 變成這樣子 因為你看這個數字 看半天還是不知道哪個最高 不過你看這個圖 一看就知道 原來是中間這個最高 中間這個就是最高的 成交最高最低 那這三個數字 以後 你們再處理一些數據 比如像你們的成績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顯示一下 知道說 誰的哪一次最高分最低分 等等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一樣 在這個儲存格 M欄裡面 打上這幾個字 那因為我已經 預先打好了 所以你們這幾個字要自己打上去 把它打在這個地方 然後 按Enter或打勾 再來做什麼 按右鍵 先按右鍵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還要做什麼 加上去 欄寬一樣是15 自動換 所以這個地方做法都一樣 先把這個選起來 按右鍵 欄寬 輸入15 第一個 當然你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方法 各位有沒有發現 移動 這一條線的時候 它也會顯示那個寬度多少 那你只要看到15的時候 就停下來 不過你會發現 你要剛好停在15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有沒有 它有時候會過頭 有時候過來 太多太少 那你剛好15 這個可以練那個 練那個滑鼠的力